大家好,2020年12月11日,第三部视频 我们一起聊一聊中国的创新和美国的创新 中国的这种科技企业和美国的科技企业都有什么区别 说起来也挺有趣味 美国之所以能够作为世界第一强国,一力不倒 最最重要的除了政治体制先进 能够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之外 还有就是在创新方面是别人无法挑战的 美国人以及美国文化里面具有非常强大的冒险与创新精神 企业家们都是不顾不自封 也不会说是做一些剽窃啊 或者是跟着别人在走 在仿制这种道路 他们本来起点就相对高 因为你像飞机啊 像这个火箭啊 电力啊 各种电器啊 发明人本来就都是美国人 所以他们呢 自然这个起点 还有民族的这种骄傲性 还有就是说到美国 这种人都是移民或者移民的后代 他们天生具有的这种冒险创新精神 使他们不会是做一些是跟随别人气候的事情 更多的呢 是做一些这个创新创造性的事情 反映在企业上 你像这个 英特尔 AMD 苹果 甲骨文 等等等等 这都是在全球 本行业之内 是处于翘楚 属于这种创新领导者 现在的特斯拉 马克思 不是马克思 马斯克 马斯克就是一个非常具有 具有梦想的一个人 而且他能够把梦想 付诸实践 具有那种精神 很幸运 马斯克 从南非也来到了美国 这个创新的沃土 他通过不断融资 把钱 拿到手 都投入到了梦想之中 有点像西红柿首富里边 那个 要投资梦想 他的梦想 无论是做电动汽车 新能源汽车 还是做星链计划 还是飞向火星 都是那么让人眼花缭乱 匪夷所思 而且呢 都是那么精彩 灿烂 而且 真的能够把梦想实现 要端到你的跟前 前两天看他那个 特斯拉新出的这个皮卡 太漂亮了 就像未来的科幻 科幻世界之中的这种汽车一样 原来只是一种在动画片 在科幻电影里面出现的东西 现在真真实实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他还有一些飞行器等等 很多的这种计划 所以美国 它是一个创新的企业 它的第一是实至名归的 它的产业链不完整 但是核心的东西都在自己的手里 以及未来的创新也在他们自己手里 中国 中共政权 也感觉自己 经过这几十年发展 也好像有一些底气 但是它这个底气呢 仔细分析一下 真的是 挺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国的这些企业 大多数都是靠这个资金密集 或者劳动密集 来做产业链中的这种低端分配 真正的核心的东西 很少有在自己手里面的 大多数都是仿制 甚至是剽窃 主要的核心的东西 都来自于美国 或者是欧洲 日本 自己真的没什么东西 即使是有一些比较璀璨的东西 但也都是仿制的别人 实在是我想不出来 有哪些东西是能自己创造的 而且中国的科技巨头 也都无故是跟在别人之后 甚至仿制都 说句实话都仿的那么粗制滥造 你看现在比较疯传的 像这个大家 以前都津津乐道的 这个阿里 阿里不就是仿的亚马逊吗 这个京东也是如此 然后呢稍微根据中国的特点 做的更眼花缭乱一些 腾讯也是仿制的国外 根据国外的一些这个 你像Facebook或者是什么 跟他们来学习 抖音 无不如死 而且中国的这个科技企业 有一个特点 他们呢没有创新吧 而且几乎达到一定规模呢 都更多的关注到娱乐行业 以及收割百姓的这方面 现在在中国有一个现象 让人感觉有一些 有一些无奈家厌恶 什么现象呢 这半年多以来 甚至这一年以来 就冒出个苗头 就是这个很多 这个互联网企业 挣了钱之后 没有像马斯克一样啊 去展开梦想 去在某一个领域 去做这种深入的 踏实的研究与创新 而是怎么想办法 去收割其他行业的利润 去收割百姓 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 通过像庞氏骗局一样 通过像诈骗一样的手段 来侵占其他行业的这种利润 通过中国的这种 对垄断 对这个寡头经济 法治的不完善 来掌握某一个行业的命脉 通过烧钱 来掌握某一个行业的命脉 从而取得一些垄断的 超额利润 比方说 这个一年以来出现的 你比方说 他们现在在闹得火热的 像阿里啊 腾讯啊 美团啊 拼多多 拼多多实在是一个无耻的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用拼多多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有朋友给介绍有这么一个东西 好不容易我也看到这么个东西 然后发现这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不就是一个拼低价卖假货的这么一个东西吗 你而且你要在上面购物 韩顿需要花费你的大量的时间精力 然后去替他做宣传 然后传好多人去买一个破烂 这个除非是实在是时间闲得无聊 实在是自己的时间 不能换取金钱 只能把时间花在上面去拼假货 然后把自己自己的时间换来一个换来一个低价的破烂 也就是这么一个作用 就这么一个网站 还居然有生命力 真是很奇怪 不知道国内人怎么想的 然后呢 他们在干什么呢 这些企业 现在都在开菜市场 都在做这个社区团购 一个是通过网络做社区团购 一个呢 就是直接就是 撸胳膊 撸起袖子来到社区民口加油干 派一些车 这个过来拉着货 拉着东西 然后呢 你上他的网站 然后取得他的一些 什么优惠码 优惠券 然后去买一些超低价的东西 比方说一块钱 十个鸡蛋 这个一分钱 一个橘子 或者一个苹果 这个一毛钱 一条猫巾 这个什么小吹风机 一两块几块钱 小电器 都很便宜 他们这些东西 怎么这么便宜 是他的生产生产生产率低 扯淡 不可能 那个是他们偷的 不可能 那怎么来的呢 高美 低美 从他 他们进货 十块钱 卖给你一块钱 他赔九块 那疯了 傻了 没有 套路 似曾相识吧 像不像前几天 那个刚刚爆雷的 这个 蛋壳 公寓 或者其他这种 这种长租公寓的方式 从房东手里 高价租来 然后低价租给房客 中间赚这个时间差价 房客给你一年的房租 你给房东三个月的房租 中间挣现金流 同时烧钱 然后通过风头 通过上市 来烧钱 最后呢 击垮 其他的同行 击垮 所有的这个 真正的房东 等把市场 垄断过来 然后就可以 一手捏着房东 一手捏着房客 怎么定价 就随他了 到那时候 他就会取得 垄断的超额利润 像瑞幸咖啡 不也是这样吗 咱们以前也报过 瑞幸咖啡 也是这种套路 中国很多 都是这种套路 这个房市骗局有区别吗 这个就是烧钱 烧钱 然后挣时间差 烧钱打垮同行 烧钱打垮别的一个行业 资本到处 寸草不生 就是做着这个事情 这些人现在 在自己的这个 放高利贷的领域啊 你比方说 他们做这个P2P 没有什么发展空间 或者是受到打压了 在做这个 网商 这个京东 淘宝 拼多多 已经达到一定规模 相互之间 一个动态平衡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空间了 这就杀向了社区 要击垮社区的 这个市多店啊 小超市啊 击垮他们 顺便呢 还可以到菜市场 卖菜 击垮超市里的生鲜 击垮这个菜市场的菜饭 让 以卖菜 微博收入 养家户口的人 无处可逃 让开小超市 雇几个 年轻人 养家户口的人 无处可逃 让自己 在郊区 种点菜 种点农副产品 养点鸡 养点鸭 来换点零花钱的 老头老太 没有零花钱 让他们无处可逃 这就是 未来 然后把他们都击垮 这些门店都击垮 这些底商都击垮 然后自己 再来 赚取超额利润 未来一定是 通过烧钱 把所有其他行业人 打死 只要这个行业 没有形成规模 没有那种 很坚强的 这种行业领导者 只是一些小规模的 小业主 小经营者 他们就深入到 这个行业 把你击垮 恐怖的是 还进入了 像 无人超 无人小超市 像 早餐 这个 超低价的小早餐 像 奶茶 这种都是一些 小业主 小老板 把他们击垮 就像马云当时 号称的一样 他们 马云背后 也有很多家庭 也有很多 解决了很多就业 这其实是狡辩 鬼论 他们击垮的 这个 小业主 小手工业者 小商家 更多 如果保证 马云 刘强东 背后的 有十个就业机会 那他们用这种方式 会摧毁 市面上一百个就业机会 让一百个家庭 可能 没有收入 让这些人都 无路可通 这就是中国 所谓科技企业 在干的事情 一个是 追逐梦想 飞向火星 一个是 拿着钱 开始烧 棒打小菜饭 棒打 小超市 追逐 这个 地摊经济 本来中国经济 受疫情 受 债务 受 这个 洪水 这几年 还有受包住大地 这种 摧毁 已经民生 非常艰难 李克强 多少 还说了一些实话 让 做一下 小摊经济 拯救一下 这个六亿 一两千元 以下的 这种 收入的人 让他们 还能吃上 一口饭 哦 小摊经济 互联网巨头来了 金龙寡头们来了 拿着风头 拿着权贵资本的投资 拿着银行 靠关系 靠这个 其他 特殊方式 拿到低期贷款 来了 来干什么 有 有什么创新吗 你是烧钱 烧出芯片来了 你还是烧钱 烧出火星探测器来了 什么都没有 烧向了 千千万万的 小业主 烧向了千千万万的 这种 得以 幸存的 自给自足的 小农经济 烧向了千家万户的 这种 微薄的小贩 这就是他们说的事 中国有一个企业家 我多次 在以前的节目 也聊到过 我非常佩服的一个人 当然他也有中国企业走出来的原罪 那就是官商勾结 但是他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谁 乐视网 假药亭 多次提到过他 但他也是一个悲情人物 因为抱错了腿 后来这个 习近平上台的这个政治势力转换 他属于好像是那个谁啊 是 林基华 家族的 他抱的是那把腿 没有办法 在国内就开始受政治挤压 他呢又不是太灵活 或者灵活呢 但是不给他灵活的空间了 只能远逃 逃到了美国 当时他的乐视网也好 这个移动智能终端 就是手机 乐视手机 当然这个乐视手机呢 论手机他做的不是特别好 只是一个一般优秀 但他呢 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载体 就像他的乐视电视一样 他是通过网络 这个然后呢 是终端电视 手机 做智能场景 包括家庭场景 有电视为这个驱动 然后呢 是有人手拿的这种 这个移动 移动智能感受场景 再一个呢 做这个网络 他的网络里面有大量知识产权 都是不是盗版的 然后可以做体育 可以做这个娱乐 可以做影视 然后他更可贵的呢 是他有梦想 他在做这个智能汽车 不是现在经常在做的这些 叫新能源汽车 只是把动力换一下 甚至呢 是两套动力 一套传统发动机 一套这个电动机 加个电池 他呢 是真正做的新能源汽车 就是也不是新能源 就是电动汽车 但是他的汽车呢 是让你在行走之中 在出行之中 也有智能的这种 场景感受 做的也很不错 汽车的无论设计 还是这个 这个汽车的这个行驶 传统的像行驶续航 包括这个汽车里面的这种 场景感应 智能化 感受 不比这个特斯拉差多少 甚至某一些方面 可以和特斯拉汽车进行抗衡 很遗憾 牺牲于政治斗争 最后他远走美国之后 资产 国内资产 通过这个 中国 中共政权 习近平这种操纵 让这个孙 老孙 孙什么我忘了 就是他带领的这个融创 通过操纵各银行 各债权人 各供应链 供应商 比方说通过各种 诉讼 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虚假诉讼 恶意诉讼 比方说欠个 他欠某银行几百万 这个 不到期 就要以他有风险为理由 让他还款 然后呢 他不在这儿 自然现金流也紧张 也不好处理 然后就扣押他几亿的资产 几百万的标的扣押他几亿的资产 进行保全 很快就把他的这个现金流 还有资金流 就是让他造成无法融资 捆绑住 然后就进行强制拍卖 最后都交给了这个 孙什么 我给忘掉了 不好意思啊 就是那个龙创的老孙 交给了他 他呢 就是权贵的一只白手套 而且本人 这个姓孙呢 你也可以查一下 是一个劣迹斑斑的一个人 从他出身到他出道成长 为什么进监狱 为什么出来 大家都可以看到 又莫名其妙的 有了很多统金 然后风生水起 需要他出来干坏事的时候 他就会跳出来 以龙创为平台 就是侵害政治对手的这种公司 再一个呢 贾跃亭的这个汽车项目 就通过在资金链非常紧张的时候 由这个许家印带领恒大 装模这样了 我们地产商也要转型 正好要做电动汽车 然后主动追着 追到美国 找贾跃亭来投资 他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然后等到一旦 贾跃亭 饮旧之可 被请军陆梦之后 露出猙獰面孔 最后把贾跃亭在国内的新能源汽车 几个基地 然后都被恒大给吞并了 恒大的新能源汽车 就是贾跃亭的新能源汽车 但是只是一些皮毛 贾跃亭核心的东西 在美国 但是因为已经被政治打击 处于停滞状态 科技日行月异 他的很多东西 没有付诸实践 就会落伍 到最后也就没有意义 这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 有梦想的代价 有他这个例子 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 二马 为什么还有那些 企业家 刘强东什么的 为什么不做那种踏踏实实 创新 创造这种 这种事情 烧钱不烧在这 因为这个 你烧完 还不知道何年何月 中国没有这个土壤 而且你烧出来 有可能就会被抢劫 黄光玉 有一个传说 知道黄光玉为什么进去吗 国美的 据传说 是 温家宝的儿子要露骨 他知道他露骨意味着什么 以后自己就会慢慢的淡出管理层 至少自己的企业 要么是彻底说了不算 要么是说了不那么算 会交给一个权贵资本 来替自己运作 把自己这个企业 当做他套取市场利益 的一个工具和壳 所以黄光玉不同意 不同意的结果 就是 老温大手一挥 他就 以各种商业欺诈 各种垄断经营 各种投机刀把罪 被铛铛入狱 这就是他的下场 其实他做的一些 是有一些 有一些原罪 有一些非法勾当 有一些不齿的行为 在经营里面 但是谁的屁股干净 为什么非要把他抓进去 不得罪某个权贵 以国美当时 这个体谅 以黄光玉的 中国首富的这个 地位 不会轻易的进去 大家想一想 这个传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以呢 在中国这个 权贵 横行的 国家 在这一片 急功近利的土壤上 很难有创新之花 开出来 有这个心 你也没那个力 你也不会有那个命 所以呢 最后呢 就是 互联网大佬 各种 权贵资本 各种资本大佬 到最后 都是沦为 风投 赌博 钱炒钱 钱生钱 或者是 在某个行业 进入垄断 杀死其他人 然后 赚取 每一滴 小汉钱 今天 不管明天 中国 真是一个 悲情社会 每一个参与者 都是受害者 每一个参与者 都是罪人 哎呀 现在看看这一些 权贵美 看看这一些 创造 一个个 所谓的 经济奇迹的 这些 垄断资本家们 会将中国经济 带到什么地方 现在中共政权 自己也意识到 这些 互联网巨头 烧钱 烧向这些传统行业 包括P2P 会带来金融风险 没办法 同时 它背后 还有权贵资本的 贪婪嘴脸 把马云的 这个 蚂蚁集团 给停掉了 把这个 马化腾 微信 这个财富通 慢慢的 被控制 或者是 进行 合并经营 但是 它又 烧向了 这个 社区 社区团购 然后 意识到 这一点 出台了 相应的 反垄断法 出台了 一些 这个 信息保护 方面的东西 但你 反垄断 能怎么样 无非就是 把 这些 寡头们 进行 肢解 仿照 美国 当年 肢解 通用 通用 这个 企业一样 通用 巨无霸 被分 拆开 什么 通用 工业 通用 汽车 通用 电子 等等 很多企业 这是 有这个作用 但你只能起到一个 分解的作用 拆分 寡图的作用 你能解决 创新的作用吗 还是那句话 中国的政治环境 中国的 这个 急功近利的 土壤 中国 急风了的 民众 与企业家们 真的 没有那个 耐心 去创新 只有从 整个 国家层面 才能解决 这个问题 有这种 支持创新的 土壤 有这种 支持创新的 机制 有不急功近利 扶持 企业们 塌下心思 来做基础 研究 做这个 基础 创造的 这种 体制 才可以 有吗 没有 所以 中国的 这个 世界第二 含金量 和美国的 世界第一 它差的 不是 一点半点 如果以 创新 和科技 来划分 这个 经济的 含金量 这种排名 来算的话 估计 中国能 数个 前 也就是 二三十名吧 我估计 进不了 前二十名 中国 中国 所具有 优势的 所创造 经济 体量的 这些 都是可以 被替代的 而 美国 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 很多都是 不可被替代的 就前两天 我报的 那个大众汽车 上海汽车 都停产 这个事情 就是汽车里面的 行车电脑 芯片 就这个东西 莫名其妙的 跟不上 供应 就能停产 到现在 也是无解 不过 当时猜测 就可能是 最终的 穿透几层之后 最终的是 芯片 可能是 被受制了 一个是掌握在 欧洲企业 荷兰那 一个是在 日本那 还有一个在美国呢 那中国 这个 汽车 就 没法再进行下去 当然也有这种传说 是中国 现在 其实 看着汽车 销量很好 其实最终 到了这个销售终端 汽车 根本卖不出去了 可能两种原因 都有吧 对 确实 有的时候 看汽车销量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 生产厂家 会往这个 代理制 这个汽车 这个经销商那 会往他那里压裤 就是逼着你 把这个车 买过去 从 所有权 从 车厂 转移到 经销商那里 貌似看着销量不错 其实根本 在终端那 并没有卖出去 在那积压 这个事情 就说的有点远了 中国的创造 和美国的创新 差的太远 不可同志而语 好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